大家好,我是八戒 这里是八戒漫谈美国 今天是2020年6月24号,星期三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昨天北京里面流露出来一个消息 就是北京一众院对黄光玉依法裁定假释 黄光玉是何许人言呢 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 可能00后可能不太清楚 但是像我们80后,90后 甚至更老的一辈 他们肯定都比较清楚 黄光玉就是古米集团的董事长 他是一个赤煞江湖几十年的一个风云人物 他当时因为这个税务上 经济上的一些犯罪行为 然后被这个国家机关给他抓捕 然后把他判刑 判了大概是14年左右 他理应的这个释放日期是2022年 但是为什么现在是2020年 就提前了两年多对黄光玉进行一个释放呢 北京一众院说 这是依法对这个黄光玉裁定的一个假释 那大家可能有些不太懂的 可能朋友们要问了 那什么叫做假释呢 那八戒就结合着这个美国这边呢 有没有这个假释的这个规定呢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法律上的一个解说 首先啊 在法院判刑的时候 首先他有两种 第一种呢叫缓刑 缓刑呢 就是比如说这个人判三缓三 对吧 他就是暂时不用去服这个刑期 他有这个缓刑三年的这个机会 去看看他这个缓刑当中要遵守这个缓刑的一些条款 有没有这种情况 违规的这种情况出现 如果要是没有的话呢 后面的刑期 实际的服刑的刑期可能就会这个被取消掉 就判这个三年的缓刑 另外一种呢 就是叫做 比如说判这个人五年有期徒刑 那这样的话呢 那这个人呢 他就要实实在在的进行这个服刑 在这个服刑过程当中呢 按照中国的法律呢 可能他服刑超过了80%啊 或者70%啊 这样的一个服刑时间 比如说判五年他已经服刑了四年 那后面这一年呢 可能他在狱中表现比较良好呀 他就可以申请这个假释 就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下 提前的予以释放 如果但是在这个最后的这一年当中呢 他要接受一定的这种监督 这个调查 可能要在一定的时间内 还要向这个当地的公安机关 进行定时的这个汇报 以确保他是一个合情合理的这种假释行为 在美国呢 也有类似的一种情况 好比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加州的这个对于服刑犯 大概是有一些怎么样一个规定 加州啊 他有一个规定 就是说一个重刑的一个罪犯 重刑的罪犯 比如说涉及这种严重的暴力犯罪 在美国啊 一般一般这个犯罪分为两种 一种是经济犯罪 一种是这个暴力犯罪 比如说齿枪抢劫啊 杀人呢 强奸啊 这样的一种暴力犯罪 他是属于一个极度严重的一个罪犯 那比如说像这个诈骗啊 税务上面有一些问题啊 报税上面有问题啊 或者是涉嫌一个经济上的一个欺诈啊 这属于经济犯罪 或者像这个当时一个安然的一个老板 他也被涉及到这种经济犯罪 对吧 那这样的话也是属于一个经济上的一个重刑犯罪 但是他们那种经济犯罪呢 跟这种实质性的这种暴力犯罪呢 是两码事 经济犯罪呢 可能在按照这个美国的这个法律规定 只要你在监狱当中实际服刑 可能50%到60%的这样一个阶段的话 你就可以跟这个假释委员会提出这个听证会 因为你根据你在狱中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表现啊 跟这个委员会申请啊 你可以委属你的律师啊 委属你的家人啊 跟这个委员会申请 他们会来进行一个听证会 听证会当中呢 大概有十几个是单数的这个委员 听完你的所有的陈述以后呢 会给你进行一个判断 你符不符合加州的这个这个假释的规定 然后呢 判断你后面的这个这个刑期 可以再回家进行在一定范围内的这种活动 然后再加这种服刑 这样的话也是可以的 那对于那种暴力犯罪呢 一般来说加州的法律是规定 是85%的刑期 必须在监狱里面服完 剩余的15%的刑期 可以提出这种假释的申请 那提出这种假释的申请呢 对于这种强奸啊 入室盗窃啊 这种重罪啊 猥亵14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啊 这种暴力犯罪呢 基本上来说的话 是很难提出这种 这种这个假释的申请的 然后提出这种假释的申请呢 不管你是暴力犯罪 还是非暴力犯罪 只要是这种重罪的话 提出这种假释的申请呢 它有几个条件 首先呢 你要能够同意 在加州警察 没有任何搜查令的情况下 可以直接的到你的居住地 进行一个临时性的一个搜查 因为正常的 按照美国的法律来看 不管按照每个州的法律来看 一个警察想要进入你的车 想要进入你的私人领地 他必须有法官开具的搜查令 才能搜查你 否则的话 他的所有的行为都是违法的 所搜查出来的所有的证据 在法庭上不可以拿来作证的 这是一个违法的行为 这就叫做程序正义 你的程序首先是非正义的 你的证据 或许的证据 哪怕你这个证据 能够指证这个罪犯 你这个证据也是非法获得的 所以你这个证据是无效的 这是一点 但这一点呢 就是说 这个处于假释的这个人呢 他必须要能够同意 加州的警察 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 可以强行的到你的家中 进行任何的搜查 你要同意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你必须佩戴 有可能你要在一定的监设的情况下 大家都知道 这个加州跟这个美国联邦上 它都有这个电子脚环 电子脚环你要是佩戴以后的话呢 它必须给你设定了一个圈 在地图上面给你画了一个圈 比如说半径100个麦 半径20个麦 你必须只能在你这个居住地 半径多少个麦以内活动 如果你要是超出了你这个居住地的话 它就会像这个假释 有个专门的部门 会监控所有的这个假释范 它就会向这个电脑发出这个大数据的这样的警报 然后呢 人家就会派警察过来查你 他查到你确实是违规的话 你这个假释可能会被取消 然后重新会被投入监狱 并且刑期会有可能有一个 一年上的一个刑期的一个加长 所以这就是在指定的位置 指定的地点 指定的范围进行这个假释 另外一方面呢 你必须有一些罪犯 它如果是强奸犯的话 或者涉及一些黄色的这种暴力犯罪的话呢 它要在当局进行一个注册 根据加州刑法的要求 必须注册为性犯罪人士 因为加州有这种法 有这个网站 所有的人可以在这个网站里面去查 这个人 这个区域到底有哪些是注册为性犯罪的人 在这个区域住的 这个网站是公开的 任何一个人可以在这个网站里面查 任何一个人也可以在加州的有一些公共的一些网站可以查到 你这个家最近一周 最近一年 有哪些盗窃案件出现在你这个家附近 八戒生活的这个街区 或者任何人生活的这个街区 可以每天随时的上去去查看 你当中这个犯罪行为 有没有在你家这个实施 还有一条呢 就是限制持有武器 大家都知道美国是个全民持枪的 只要你没有一些 比如说简单的 没有这个酒驾 他呀酒驾像高晓松在他的节目里面就提到过 他有酒驾 所以他在美国终身不能持枪 他没有办法去申请这个持枪令 他也没有办法去买枪 因为他的这个背景检查 司法部对于每一个人持枪购买的 会有一个十天的一个背景检查 他这个背景检查 首先就没有办法通过的话 他是没有办法在加州 在联邦上面去持合法的 这个持枪的 所以呢 这个对于假 对于这个假释的这个罪犯 按照加州的法律来看 他没有办法去持枪 这也是一个限制令 然后呢 他没有办法去访问互联网 可能有些罪犯啊 涉及这个高科技犯罪的话 可能法官会 要求他不能碰手机 他不能碰电脑 或者你必须断绝跟网络的联系 最后一个呢 他不能跟当地的这些帮派成员 任何进行的沟通 比如说这个 三开党啊 或者一些暴力犯罪的 这个在加州的网站都能查到 加州啊 有一个专门的网站 划分了这个 每个帮派的一个势力范围 大家可以查到 华人区啊 最典型的这个 艾满提啊 罗兰港那边 都有一些暴力的这些帮派 他们的势力范围划分 大家在网站都能看到 就禁止跟这些帮派分子 进行一个联系 好 以上呢 就是八戒给大家简单的介绍 加州 以及美国联邦层面 有没有这种假释的这种情况存在 确实是有的 按照这个中国这个北京 这个一中院这个判法来看 它也是完完全全符合 中国的这个 这个假释的这个规定的 完全没有问题的 因为这个人在狱中表现良好 就一切符合这个 这个假释的这个条件的规定 他只要满足出狱以后 继续的跟这个假释条件 相相匹配的话 定期的到这个相关的 公安部门去报道的话 那美国加州这本假释法呢 定期的到美国加州的 相关部门去报道的话 去诉说 他最近的这些行程 这些这些档案 他这个佩戴的这个电子脚料 没有超出这个范围 一切都是符合的话 他在未来的一段时间 就完完全全可以在家中进行服刑 一切都是没有问题的 好 以上就是八戒对于这个中国跟美国 这个假释的 这种刑法上的一些区别 一些刑法上的一些规定 给大家做了一点简单的一些沟通 有想进一步了解的小伙伴呢 请在底下评论区给八戒留言 或者给八戒私信 喜欢八戒的朋友呢 请点赞评论关注 油管的朋友呢 请订阅点赞评论关注 好 我们下一个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